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了 我们在跟湖南省政府在做一个养老 康养的项目 我刚才听完你对父母的感情和付出 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你就是那个我们想要的人 所以说你是我们这个康养项目的项目顾问 同时还是我们的客户体验的专家 你这个职位是在哪 我们这个职位 说实话我觉得那边还挺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想来北京的话 我们这边的岗位是北京的岗位 是行政岗 然后呢直接向我汇报的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想请问一下 完了 就是说我如果到了您这儿 主要是一种行政的工作 是这样吗 对是行政工作 然后主要的应该是负责我们那个装修基建 还有那个对那个物业的这个日常的这种项目 跟进与一个沟通的工作 这边有问题吗 没办法 段总论非常清楚 你考虑一下施名中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天鹅到家 少年得到 或者是谢谢再见 您的选择是 天鹅到家 去吧 去去去 先跟段总握个手吧 感谢 感谢 谢谢所有的boss们 谢谢 谢谢所有的 我觉得谭大哥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很多人会觉得年纪大了 再去转行或者求职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其实不在乎年龄 而在于状态 我相信此时此刻最欣慰的是你的 已经去了的母亲和姐姐 如果他们在天有灵 一定非常愧疚给你的事业带来了耽误 但是今天你依然在职场上 在七八年之后 你依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你实现了你真正的价值 所以告诉所有的朋友们 就是再怎么难 它都会过去 谢谢你 谢谢佛二世 再见 谢谢所有的 对今天这个结果啊 我事先是没有预想到的 但是呢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是想从与我 这个亲身经历这种方式 告诉所有和我同龄的 朋友们 只要大家有信心 有正确的态度 真正的有能力 还是能够为自己 为社会 做出更多的贡献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